現行的口罩規定 除了在室內外運動的時候 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還有像是我們現在在錄影的時候 也可以暫時拿下來 但是其他時間都是必須要戴好戴買 但口罩再迎來解封 八月份有機會嗎 一共九大類 包括室內外拍照 個人或團體照 彈化性質工作 游泳玩水 自行開車 或是外出有飲食需求等等 才可以拿下來 不過天氣漸漸炎熱 口罩實在戴不住 運動員感受最深 把船搬到水面上 這個過程雖然說我們都會戴著 但是你可能下到水面 你口罩都已經全濕了 口罩已經變成習慣 好像以後就算有開放的話 我覺得在人多的地方 專家也認為未來口罩禁令 最好轉為軟性管理 才能盡量不影響正常生活 評估目前疫情也逐漸看到受控的希望 北北基桃竹苗 宜花冬 疫情曲線都率先下降 月季就快走入感染率 百分之二的地方流行平原期 目前來講 因為我們的各個年齡層都已經下降 從這個零到十九歲 一直到七十歲以上都有下降 所以北北基桃以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推估 在六月底有望降到一萬以下 年輕族群感染後的抗體免疫 加上疫苗覆蓋率 形成免疫防火牆 北北基桃達到百分之七十九最高 珠苗宜花冬 台南高雄也都有七成以上 只有中張頭雲架地區落在百分之六十五 整體疫情走向樂觀 超越防疫的決勝點 還得靠民眾打疫苗戴好口罩來維持 才能加速疫情落地 三連新聞遇到情侯微信台北財富報道 既然有四個新的治療 今輪珍雜七七八七八七十五 地道 獲得